有一次蕭先生就叫我上封也蕭 我还记得他那天 上到我还没吃饭 蕭先生他在吃饭 他不知道因为他看了我还没吃饭 电脑看着那些菜 他吃了一半 只剩下半盒菜半盒饭 他不吃 然后就让我吃 哇 有时候我还以为他很有 一半之一 很有价值 结果后来就选了一套人王 很多 但是关于网台界的 其中有一个网台的老板 吃完饭就剩下厨余 员工可以帮忙吃 我见到那个真是很贵的 咦 叫那些员工 你知道谁啊 接着他员工在吃厨余 搞错 做个饭就这样 反而我就没见过 你没见过吗 你没有见过 你刚刚吃完饭 怎会有人选着吃 这个是非常草的问题 但我有另一个行为 我说